按中國開打晶片戰之後 我們都知道 美國不斷對中國祭出 AI晶片的管制措施 現在似乎又有最新動作 這是彭博社6月11號的報導 他說美國打算再限縮 AI晶片輸入中國 而且這是鎖定的 是GAA這三個字 聽到這裡是不是很無薩薩 用中文來看 它叫做環繞式閘集 它是一種電晶體架構 那現在你可能也不懂了 什麼是電晶體架構 我們就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大家都知道說 晶片上面會有非常多 密集的元件 而其中這個密集的元件之一 就是電晶體 那我們也知道說 電腦訊號有分成兩種位元 一個是零 一個是一 那在數十億個零跟一之間 不斷的互相進行交流 那就可以讓我們電腦 進行各種數位訊號的 加減成熟運算工作 進一步完成 我們所需要的各式各樣的功能 而這背後所需要的 就是這種電晶體架構 最常見的以前 是這種像平面的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綠色的 它叫做閘集 那它就像是水龍頭的開關一樣 今天一個電源 它會從原集這邊 如果你打開這個水龍頭 它就會從這裡流過去 流到集集 這就會稱為一 那如果沒有流過去 代表它是關的 那就是零 不過後來呢 半導體界把它們發展成 把平常這個2D的平面立起來 變成是直立式的3D狀 那看起來是不是很像一個魚席 所以它就稱為騎士的電晶體架構 透過下面這張圖 你其實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你可以看到這個閘集的長度 其實在原本的這一種 它的這個位置其實比較小 你可以看到它的電流 在通過了這個通道 跟它的這個閘集的接觸面積比較小 所以它其實在控制的力道上面 就沒有那麼強 你很有可能就是不小心漏電了 這就是為什麼半導體界 它們要發展成新版 這一種把它立起來的騎士的電晶體架構 因為你這樣子立起來之後 其實接觸面積就變大了 那其實你對於電流的控制能力 也會變得更強 所以它是目前的主流 不過呢 接下來開始有點功不應求了 所以接下來又發展的 最新型的這一種 叫做環繞式雜機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是把整個電流通道 直接包起來 讓雜機可以控 獲得更大的控制能力 那就可以提升晶片的效能 也可以降低能耗 那事實上呢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像這樣子的 延宜中管制的最新的角力戰 就是在這個GAA Goffhead這種架構上面 那彭博社報導就說 包括台積電 還有它的競爭對手 三星 英特爾 以及主要客戶 NVIDIA跟AMD 都預計在明年大量的投展 這種GAA制的晶片 那這是為什麼 美國這次鎖定中國 要使用的是這樣子的管制措施 因為他們希望 中國能夠更難的 去建立自己的AI系統 同時也要遏制 他們發展自由的半導體供應鏈 那麼其實這件事情 美國商務部還沒有訂案 也還沒有正式宣布 不過彭博社的記者 已經去問了中國外交部 那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也做出回應 他們當然是說 中方一貫堅決反對 他們還說 美方的舉措是阻止不了 中國科技的進步 只會激勵中國企業 自立自強 那中國也會密切的關注 有關動向 那接下來 美國跟中國之間的競爭關係 會如何變化 華視新聞也將持續 帶您關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